第二天凌晨,苏州城外的码头上少了一个大石头,少了一个麻袋,有人听见了普通一声重物坠河的声音。 紧接着,便听说明少爷的第三房小妾回老家泉州省亲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,归期未定。 同样是那个灰蒙蒙的沉雾之中,远在泉州城外大海之中的一处岛屿之上,趁着黎明前夜色的掩护,许多凶残的石鸟鸥从层云之上急冲而下,降落到岛面之上,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地面。 这些贼欧能贪婪地低下自己的头颅,用带着污血的汇尖不停地啄思着什么,因为鸟的数量太多,所以抢起石来也是显得格外爆裂,不时便有欧鸟为了抢夺进食的地盘而大肆撕咬起来,一时间昏暗地倒面上鸟羽乱飞,血肉四溅。 它们抢食的不是日常喜欢享用的小厨鸟与龟蛋,而是人的尸体。 整座岛上,此时竟是尸横遍野,刺鼻的血污气息冲天而起,好在初春料翘,所以并没有太过兴恶的腐烂气息发出,但饶是如此,这么多具尸体依然惹来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贼欧们。 好一场盛宴。 岛上隐约可见码头一般的建筑,但此时早已是全无人计,死去的人们睁着惊恐的双眼,泛着白的眼珠子无法动弹,蒙着一层死亡后形成的黏膜,似乎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摸到岛上来杀了自己。 吃的一声,一只贼欧准确无比地灼中那具尸体难以明目的双眼,叼着一粒血乎乎的眼珠,骄傲地扭动着脖梗,旋即低下头来,似乎害怕有同伴要和自己抢食,双翅一展,挪了一个地方,躲到礁石下面开始进食, 却发现这个食物有些硬,割住了自己的脖梗,慌急地咯咯叫着。 满岛残尸,肉飞陷白骨,脏腑被啄出,血污,死亡,飞舞着,战斗着的鸟群,死亡与恐惧的气息弥漫在大喊上。 一只手,有些艰难无力地扒开上方的尸体,小心翼翼地赶走身边那些该死的贼欧。 一对眼镜从那个缝隙里紧张地向外张望着,确认了上岛的那对官兵已经坐船离开了,这位大难不死地倒上海道,才心有余悸地从同伴们的尸体中爬了出来。 这人肩上挨了一刀,血肉模糊,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身份,对于那些官兵所携带的杀气感知极快,抢先一步装死,并且用同伴的尸首掩护住自己,或许他也早就死了。 那些上岛来的官兵,本来应该是这些海盗们的同伴,但忽然凶性大发,下手之狠实在是难以言说,直到岛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。 想来,那位海盗的首领才会想到,明家是来灭口的。 侥幸逃生的这人面色有黑,一看就是常年在海上生活,面容寻常,神情坚毅,双眼微眯。 经历这等大难后,他却似乎并不怎么惊慌,喘息着坐在同伴们的尸体中,强行镇定了一下心神,撕下身边同伴的衣服,紧紧地包扎住了自己的伤口,然后开始起身,在岛上寻找着清水与食物。 官兵们离开的时候,以为人都已经死光了,所以并没有将清水与食物回去,所以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 恢复了一下精神之后,天也就亮了。 迎着海上升起的那轮朝阳,那个人缓缓地坐在码头上,看着不远处时飞时落的鸟群,看着那些常年相伴的伙伴们凄惨的死后模样。 他弟嘴唇开始发白,却忍住了恶心欲偶的情绪,反手拿过一壶清水,往干枯的嘴里灌了下去。 死的人都是他弟伙伴,但他不会去安葬这些人,一来是死去的人太多,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安葬这么多尸体。 二来当海盗的人,死后如果不能葬入海中,被这些贼欧们带上天去,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结局。 三来,这些海盗们平日里做得恶业不少,杀人坚硬的事情常常发生,如今先被人杀,再被鸟食,也算是报应吧。 他叫青丸,泉州本地人,家是普通,能力普通,常年在海上当水手,去年某个时候,他所乘坐的大船被海盗截了,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,竟然侥幸活了下来,而且还加入了海盗的内部,开始与海盗们成为伙伴,在泉州之外地滔滔大海上,做着那些很丑恶的事情。 这座岛上的海盗是海上最大的一股,但是很奇怪,他们做的生意却却不多,而且首领似乎刻意在掩饰着这支队伍地行踪,在岛上待了半边,青娃才终于发现,原来岛上的主要生意,就是杰明家往西洋送货地货船。 每次截船,通通不留活口,尤其是船上负责押送的朝廷官员。 只是半年的时间,青娃因为自己的冷静与冷血,得到了头领的赏识,成为了海盗当中的一名小头目,开始逐渐了解到了更多的详情,并且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 很可惜,这个时候,这个夜晚,一批强大的水尸找到了小岛,并且血腥无比地屠杀了岛上所有的人。 朝阳拂面,却并不清爽,因为身旁全是死尸血肉,青娃的喉咙咕隆了两声,认出来了前方不远处正被鸟们着实大腿上肉的那名海盗,正是与自己同住一个山洞的财宰。 青娃眼睛无力地眨了眨,有些困难地站起身来,走到财宰的尸体旁边,用手中的木棍赶走那些天杀的贼欧,看着财宰的尸首,半晌无语,最后缓缓说道, 我如果活着回去,你的爹妈,我会照顾好的。 说完这句话,他就决绝地扔下自己的伙伴尸体,沿着码头下的那条隐蔽小路,往另一个方向走去,岛上的船已经全沉了, 不过那里有海盗首领留的后手,不知道那里的木船还留着没有。 青娃走得不快,但格外坚决,他必须赶紧回到陆地上,因为自己虽然活下来了,但后来的那几封情报并没有送出去,提斯大人那边应该已经开始着急了。 他一边走一边抹泪,强忍着不回头去看,虽然身后那些海盗都有取死之道,但相处半年,纵是铁石心肠,也禁不住有了些感情。 此时青娃的胸中声腾着一股名为愤怒的火焰,眼看着就可以拿到明家与海盗勾结的证据了, 昨天夜里那批军队,战斗力极为强大,究竟是哪方面势力的人呢? 既然是上岛来灭口,一定是某位军方大佬,才有可能调动沿海的强大水师,难道是叶家? 不过他没有下判断的资格,只希望能赶紧把这个情报发回苏州。 是的,正在哭泣的青娃儿,就是监察院四处驻泉州巡察司外围遗祖的五只乌鸦之一, 他就是曾经向范贤禀报明家与海盗关联的那名密探。 离这座鸟语相远的江南苏州城外,那座青美帝似乎不肯沾染一丝世俗气息的明园之内, 当戴明家主人明清达正恭恭敬敬地站在一张椅子前面,回着以忠人的问话。 以忠人是位妇人,是位老妇人。 就算在长公主殿下的面前,明清达也没必要如此拘谨吃礼, 但在这位老妇人身前,她必须低下自己的头颅, 因为这位老妇人是明家真正最有权的太君,她的亲生母亲。 若干年前,如果不是这位老妇人心狠手辣, 毒死了那位最得宠的外侍,在老太爷死后, 又将那名老妻追杀出了家门, 明家这宠大的家产,只怕早已经落在那个人手里, 哪有明清达什么范儿。 明清达每次看着自己年迈的老母亲, 总是联想不到年高得少这四个字, 而是想着,老儿不死是为贼, 妻弟的尸首大概在某处已经化成白骨了吧。 她这般想着,虽然心安,却也有些心寒, 只要这位老妇人还活一天, 自己在明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主事人。 你的动作太慢, 明家老太君看着自己的儿子, 毫不留情面冷声说道, 如果想要将自己洗干净, 那你应该从两年前就开始动手。 明清达是称聪慧, 不然也不可能把持明家这么大的产业, 但在母亲面前, 却是被批得不行, 面上一热, 众媒说道, 为什么是两年前? 因为两年前, 公理就决定要让范贤取林马儿了。 老妇人眼中寒光一涉, 恨声说道, 明清达面色恭紧, 但心里却另有想法, 心想就算那时候就猜到范贤会下江南掌内裤, 但那时候谁知道她是皇上的私生子, 谁知道她是叶家的后人, 谁知道她日后会统领监察院, 这老太婆看来真是糊涂了。 老妇人骂道, 这次如果不是老身请军方帮忙, 如果让监察院查到了那个岛上, 以范贤的性格会怎样对付你? 明清达心中冷笑不语, 面色恭紧应道, 让母亲烦心, 真是寒而不孝。